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9日 最近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江红》在国内热映 关于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 究竟是不是岳飞写的 这事又变成了一个热点 有一些人就来问我 说你对这事怎么看 我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满江红》这首词是不是岳飞写的 本来是没有争议的 是一直到三个世纪三十年代 才有人怀疑这首词是名人伪造的 冒充是岳飞写的 所以这事已经争论了快一百年了 怀疑这首词不是岳飞写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就认为说岳飞的孙子岳科曾经到处去搜集岳飞的诗文 后来收录到他编的一本书叫做《金陀罪编》里头 但是里面居然没有岳飞的这首词 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可见岳飞没有写过这首词 其实这个理由并不是能够成立的 如果我们去看《金陀罪编》里面搜集的岳飞的诗文就会发现了 绝大部分都是岳飞写的文章 诗词只有三首 两首诗 一首词就是著名的小冲山 这可见岳飞在搜集岳飞的这些遗作的时候 他是偏向于搜集文章的 对于诗词是不用心的 有一些岳飞写的诗词都被他漏掉了 所以光凭这一点是不能说怀疑 满江红不是岳飞写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哪呢 问题的关键是 不仅《岳飞》他编的 这书里头没有岳飞的这首词 在整个南宋所有的记载里头 也都没有提到岳飞的这首词 后来的元朝也没有人提到岳飞这首词 到了明初也没有人提到岳飞的这首词 是一直到了明代中 静泰连经 岳飞的老家汤英修岳庙 增集于岳飞写的诗文 这个时候这首词才冒出来了 后来就把增集以来的这些资料 就刊印发行 叫做金中路 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 所以这首词一下子就出云了 那个时候已经距离岳飞被害三百多年了 所以在这三百多年间都没有人提到这首词 这个是很奇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词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岳飞的中义直气的代表作 所以应该是会在民间广为流传才对的 居然就没有是过了三百多年 一下子横空出世 所以这事就让人觉得奇怪 你如果说是别的岳飞的诗词默默无闻 这个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满江红这首被认为是岳飞的代表作的 既然三百多年间都没有人提到 没有流传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那些主张岳飞的确是了满江红这首词的人就去找史料 后来陆陆续续的号称挖掘出了新的材料 能够证明在宋朝元朝的时候呢 也有人提到了岳飞这首词 甚至呢还操录了岳飞这首词 就变成了这是岳飞的确写过这首词的一个铁证 所以从那之后呢 就这个争议的天平 那就偏向了 主张说岳飞的确写了满江红这首词 这一方了 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庄恩家 现在呢都主张这词 的确呢是岳飞写的 而认为说这首词是伪作的那些人 就被认为是比较业余 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发现的所谓的新的史料 它们的可靠性是怎么样的呢 我接下来就来一一的分析这些所谓的新史料 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可以分成三方面 第一呢是有人发现了 有两个清代的学者 在摘录南宋笔记的时候呢 都提到了岳飞这首词 有一个地方呢是说岳飞曾经写过 莫等贤白老少年头 这么一个句子 还有一个地方呢 干脆是把满江红整首词都抄上去了 你看南宋的笔记 已经提到了岳飞的这首词 甚至抄录了岳飞的这首词了 这不就证明了当时岳飞的这首词 就已经在流传证明了 它的确是岳飞写的吗 这不就是一个铁证了吗 问题在于呢 被抄录的这两本南宋笔记 现在都还在的 完整的版本都还有的 那我们去看它完整的版本 找到被宰录的那个地方 就会发现 都没有提到岳飞的这首词的 那有一些人说 这个是版本不同 这版本的不同 一般来说是个别字句的差异 或者呢 是把无关紧要的内容 那就给删了 但是你这么重要的内容 既然也没了 这个呢 就令人难以相信了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 在清代的那两个写者 摘录的内容就会发现 关于岳飞的这词的内容呢 是作为补充说明 放上去的 也就是说 更合理的解释是 他们在摘录南宋笔记的时候呢 往里面塞进了私货了 第二方面的史料呢 是有人发现了 这元代有一个杂句 叫做岳飞破路东窗记 里面呢 岳飞的一段唱词 明显了 是根据满江红这首词改编的 那么这不就可以证明说 在元代的时候呢 这首词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吗 并不是说毫无中计敌啊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这首杂句 虽然号称是元代杂句 但是呢 它是被名人给改编过的 是重新编过的 是一个叫周礼的人 他是明朝洪志年间的一个人 他对他做了重编的 那么完全有可能的 在重编的时候呢 就把岳飞的这首词改一改 作为一段唱词 给塞进去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不能证明 在元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首词了 反而呢 是有相反的证据的 因为在元代的时候 还有一出杂句 是跟岳飞有关的 叫做宋大将岳飞金钟 里面呢 也有 叶飞一直在唱的 但是呢 就没有跟这个 晚江红有关的内容 这因为这出戏 是没有被名人改编过的 所以呢 反而可以证明说 在元代的时候 还没有晚江红这首词出现的 那第三方面的证据呢 是在1986年的时候呢 有人发现了一本家谱 叫做《须江南丰逐世世谱》 里面呢 记载了岳飞 跟一个叫朱允泽的人呢 互相唱歌 用满江红唱歌 岳飞写了一首满江红 赠送给这个朱允泽 然后朱允泽呢 又贺词 那也是用满江红 然后里面呢 有一些的句子 跟满江红怒发冲冠 那这首词呢 是一模一样的 或者那是 跟他很类似的 所以呢 就有人认为说 哦 这个就是满江红怒发冲冠的第一稿 后来呢 岳飞又重新了 做了修改定稿 变成了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 所以在最后的这个证据呢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哦 这个呢 是铁证了 那么究竟它是不是铁证呢 在这条所谓的铁证提出来的时候 有人就质疑了 所以找不到 有任何关于 有助允则的记载 这可见呢 历史上是没有助允则这个人的 这个交谱 是胡编的 后来呢 有人发现了 在浙江通志 那里头呢 是提到了助允则这个人的 说他当过金湖自参 这么一个官 那好 证明了在历史上 跟岳飞同期 是有助允则 这么一个人 可见呢 这个家谱的记载是准确的 但问题是 历史上有助允则 这个人不等于 而说家谱里头 关于助允则的这些资料 就是准确可靠的 那其实呢 里面关于助允则的那些材料 都是胡编的 而且呢 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 胡编的 比如说 里面 他有一篇 是宋清中 受以助允则 官职的 这么一个赤书 那个文字呢 是很出笔的 这一看了就是 没啥文化的人 写到皇帝的赤书 是不可能那么写到 更关键的是什么 里面呢 这种低级的历史错误呢 是比比皆是的 那比如说 他里面说了 说设置了 五香卫 这么一个编制 然后派助允则 去那里当自参 这种卫所的设置呢 是从明朝开始的 在宋朝的时候 是不存在什么什么位 这样的编制的 那所以这个呢 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赤书 是明朝之后的人编的 不可能是宋清中写的 宋朝如果要临时 是一个军事辖区的话 他不叫什么什么位 而是叫自治师 自治师的长官 叫自治史 他的幕僚 第一级的幕僚 叫参谋 二级的幕僚 叫做参议 那么这个所谓的 自参 就是自治史 参议的简称 所以如果皇帝 在赤书里头要认命 某一个自参的话 他肯定是写前称的 自治史 参议 不可能用什么自参 这一种的简称 那是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才这么互相的称呼的 更何况呢 不可能出现什么 武祥位自参 这样的官民 因为我刚才说了 在宋朝 是不可能有什么什么位 这种编制的 那是明朝的编制 里面呢 还提到了 说这个 朱颖哲 当时呢 是正义大夫 他那个正 是写成的 政治的正 应该是算是写错了 应该是写的是 真正的正 因为历史上 在宋朝的时候 是有这么一个官民 正义大夫的官民的 但是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这个 正义大夫 在当时呢 是相当于六部的士郎 这地位是非常高的 是崇山平的朝官 司马光在拜相之前呢 他的官家就是正义大夫 你怎么可能把一个 崇山平的朝官 给派到外地去 去当人家的幕僚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 可见呢 编这个赤书的人 那的确呢 是没啥文化的 没有这些历史的知识的 在家谱里头呢 还有一篇 号称是这个 朱允泽写的 一篇书 说是当时 这个宋高宗 要准备杀岳飞 所以呢 这个朱允泽就上书 要保岳飞 号称呢 还愿意用自己的七十口 家人呢 来做宝 这篇书呢 写得很粗比的 不像是一个 有五多高的文化人 写的里面呢 也有一些历史的错误 比如说 显摆岳飞的 丰功伟纪的时候 里面就提到 他说岳飞 在朱仙镇之战 杀敌数万 吓得精兵准备要被盾 这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这个 朱仙镇之战 是不曾发生过的 在证实里头 是没有任何的记载的 在那可靠的史料里头 也都没有关于发生过 这么一次大战的记载的 是一直到 岳飞的孙子 岳科 编那本 《金陀罪编》的时候呢 才提到了 这么一个 朱仙镇 大战 是为了美化他爷爷 编出来的 所以在那之前呢 是不可能 也没有人会提什么 朱仙镇之战 更何况呢 是给皇帝上书的时候 还是谈什么 朱仙镇之战 这明显呢 就是后人 胡编出来的 那有一些人说了 即使关于 这个朱仙镇的 这些资料 是假的 那也不能 那就说明 他跟岳飞的唱和的 那满江红的词 也是假的啊 那我们最后就来说说 他们的这个唱和 词在宋代呢 就是歌词了 是要能够唱出来的 所以写词的人 都是懂音律的 都知道 在这个词里头呢 哪一个字 要用平声 哪一个字 要用这声 哪一个字呢 不太那么重要 是可平可遮 所以如果不懂音律 写出来的词 那是没法唱的 就会把 满元都是春 变成了满元都是存 就那种闹笑话的 那么岳飞 那他是文武双全呢 他是懂音律的 因为岳飞的确写过 一首满江红 是另外一首 是首满江红呢 那就是符合音律的 没有出律的地方 没有音律不写的地方 就可见了 岳飞 他是懂音律的 是知道怎么写词的 但是我们再来回头来看 这个《注释家谱》里头 记载的所谓岳飞 与朱颖泽的唱和 用的虽然是 晚江红的词牌 但他的写法 其实不是符合 晚江红这个词牌的格律的 不仅是蜀明叶飞的 那首词里面有多处的 这种粗律的地方 蜀明 朱颖泽的 那首词呢 也有很多处 那是粗律的 这个呢 是宋代的文人 绝对不会发生的事 他们绝对不可能 写出这种 那么地方 粗律的词的 个别的一两个地方 粗律 这个还有可能 但是这么多的地方 都音律不写 这个他们是 写不出来的 写出来的话 也不可能 说去拿去送人的 那是多么丢人的事 所以 任何一个宋代的文人 都写不出这样的词 更不要说 岳飞 会去拿这样的词 拿去送人 然后他的幕僚 还拿这种 音律不写的词 来喝他 说这个人 是完全不可信的 这个所谓的 唱和 也是一个 没啥文化的人 不懂得 怎么写词的人 伪造出来的 他跟现在很多人一样 对于写词 也有这种误解 很无知的误解 以为呢 只要 哪一个句子 这个字数是多少 然后呢 压了运 那就算词了 其实不是了 他不知道 对于 每一个字 它的音韵 它的评质 也都是有讲究的 可见呢 这个伪造者呢 是文化程度 是很低的 所以呢 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就要担心了 因为中国的古人 他们那个时候 是没有现在的这种 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的意识的 就会有意无意的造假 在操录史料的时候呢 就喜欢往里面 就塞进私货进去 特别是 在编撰家谱的时候 那更喜欢是胡编乱造的 这个已经是变成了惯例了 所以家谱是最不可靠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对这些所谓的史料 铁证 那是一定不能轻信的 不仅要有这种历史的常识 文化的常识 更要有这种质疑的精神 要有批判性理性思维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